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电影陆顶记敖拜一角 拥有极高知名度 他18岁儿子徐飞俊俏照片近期在网络曝光 被赞很有韩星李洞序史运 4年前徐锦江曾带着老婆 儿子受访 当时徐飞坚定表示 我没有爸爸这么厉害 不太想演戏 将来志向想当医生 日佐徐飞则被目击拉着妈妈 悄悄现身北京电影学院考场 四讲投身演绎工作 徐飞梅宇之间也被拍到十足欣慰 虽然才18岁 徐飞外表非常成熟 且因体型高大壮硕 和父亲徐锦江一样轮廓很深 许多网友惊呼 不但像挤了徐锦江 眉宇根本撞脸含星李洞序 很多人第一眼的感觉 都认为是徐飞酷似圆脸版李洞序 奥斯卡颁奖科比布莱恩特布置会打球 个人故事短片夺金第九十届奥斯卡金揭晓得奖名单 最佳动画短片由胡人传奇球星科比布莱恩特 Kobe Bryant 亲自参与制作与配音七脉的篮球 Dear Basketball 夺德 该片描述布莱恩20年来个人篮球故事 相当感动人心 之前他得知入围奥斯卡时 曾惊讶表示超乎想象 也向外界证明 他不只会打球 如今夺下大奖 让粉丝也超嗨 亲爱的篮球由迪士尼动画老手 曾制作过美女与野兽 小美人鱼 阿拉丁等片的基伦 连基因 指导 并与奥斯卡得奖作曲家约翰威廉斯 John Williams 合作 该片是布莱恩退役的感言 全场五分钟 在科比布莱恩特退休式首映时 令现场球迷都深深为之感动 回味小不传奇的一生罗志祥深夜SPA馆报道 排毒养身撇做脸38岁小猪罗志祥容颜至今仍相当年轻 内外保养艰巨的他 日前遭苹果目击他从养身SPA馆走出 而紧致的脸蛋仿佛岁月不留痕迹 对此经纪人表示仅是定期推拿做身体排毒 并未做脸 据苹果报道 上周四 一日 晚间小猪与堂弟助力开车前往东区某家标榜大字牌 抗老 素身的养身SPA馆 不久后 小猪一身轻便 时尚牛仔外套搭配黑色紧身裤 头戴黑色帽子及墨镜从SPA馆走出准备上车 上车前左顾右望 似乎神怕被狗仔偷拍 不料下车时仍查叫遭跟拍 于是大方向镜头挥手 对此 经纪人表示 小猪长期因工作熬夜的关系 会定期上SPA馆做按摩疗程 而身旁的工作人员也时常为他准备维他命及水果等 时刻照顾他的均衡营养 被问到小猪是否去做抗老 素身课程时 经纪人则表示是促进新陈代谢 消除疲劳而已 超尴尬 周杰伦巴黎帅气表演魔术 网友秒搜出道具连接爱变魔术的周杰伦 周董 五日又再次在IJ上秀上一段影片 影片中的他坐在巴黎铁塔附近的餐厅 并随手来了段魔术表演 全程耍帅不说话 用着帅气的眼神与镜头交流 手上还拿着一个魔术方块 不到一会儿的时间就把它变成一堆彩色豆 画面相当神奇 有趣的是 有网友似乎看破周董的招数 还故意在贴文底下留言魔术道具的购买网址 让其他网友看了不惊亏说 请留给周董一点面子 奥斯卡意外 老娘叫谭雅多男女配角男星 山姆洛克威尔四日晚间以意外一片 首度若为奥斯卡就抢下最佳男配角奖 以老娘叫谭雅多得最佳女配角奖的 爱丽丝珍妮也是首度货班小金人 现年49岁的山姆洛克威尔在意外里 饰演一名冲动义怒 愚钝无知 据种族歧视的中西部小镇景观 山姆洛克威尔得奖呼声原本就很高 他稍早已拿到今年金球奖 美国演员工会奖和英国影艺学院奖 他在致辞时表示 我想谢谢美国影艺学院 从没想过我能说出这些话 山姆洛克威尔的父母都是演员 他在台上描述八会大使 父亲带他翘课去看电影的往事 他说 父母对电影的热爱也变成他的热爱 对于他在意外中的角色最后受到救赎 受到部分观众批评不公平一事 山姆洛克威尔表示 这部电影是黑色童话故事 若是现实生活 那名警察铁定入狱 山姆洛克威尔在获奖之前的演出作品 包括2009月球漫游 疯狗榜票令和三分男孩 最佳女配角艾利森珍妮 我得到这一切全靠自己 现年58岁的艾利森珍妮 曾七次荣获爱美奖 本季横扫所有大奖 包括金球奖 美国演员工会奖和英国影艺学院奖 她上台后表情夸张地说 我得到这一切全靠自己 艾利森珍妮在独立制作的喜剧《老娘叫谭雅》当中 扮演美国前奥运花式滑冰选手谭雅哈廷的 尖酸刻薄又严厉的母亲 谭雅哈廷因为1994年攻击竞争对手 柯瑞根而留下恶名 《老娘叫谭雅》的编剧史蒂芬罗杰斯写出这个满嘴脏话的老妈角色 显然是专为艾利森珍妮打造 以凸显她什么角色都能演 艾利森珍妮接过小金人时说 史蒂芬罗杰斯 看看你做了什么好事 你是个天才横溢的作家 艾利森珍妮最为观众熟悉的作品是电视连续剧《白宫风云》 以及目前正在播的《极品老妈》 她过去在《美国新玫瑰情》、《时时刻刻》和《红韵当头》等片单纲女配角也都获得佳评 代表智利的布斯一女人拿下最佳外语片 打败抓狂美术馆、《梦露情愿》等多部强片 导演塞巴斯迪安雷里奥上台时带着剧组一起上台 感谢影艺学院厚爱 让她能够拿下这座奖 布斯一女人讲述跨性别者的日常生活所碰到的种种困难 找来跨性别演员丹尼拉维加 丹尼拉维加 演出 深刻讲述这个社会所带来的歧视 非常动人 去年就拿下柏林影展最佳剧本英雄奖 今年再创佳季 拿下奥斯卡奖 超尴尬 周杰伦巴黎帅气表演魔术 网友秒搜出道具连接爱变魔术的周杰伦 周董 5日又再次在IJ上秀上一段影片 影片中的他坐在巴黎铁塔附近的餐厅 并随手来了段魔术表演 全程耍帅不说话 用着帅气的眼神与镜头交流 手上还拿着一个魔术方块 不到一会儿的时间就把它变成一堆彩色豆 画面相当神奇 有趣的是 有网友似乎看破周董的招数 还故意在贴文底下留言魔术道具的购买网址 让其他网友看了不惊亏 说请留给周董一点面子